当时买的时候你用的是假名字 你买房用假名字你咋想了呀 你签合同要写你真名字 老墨 签合同要写真名字呢 真名字真联系方式 谁跟你说的说有优惠 让你写假名字 你去找他去 就我矮帮就说的 谁让你写假名字 说给你一会儿 你直接找他去 这不是害人吗 害人不浅 不知道咱们现在是法律社会吗 所有东西都讲究合同 讲究 老墨你也是这个 你也是人才 用假名字 如果说你叫王大发 你写的名字是王武 那我过去 我说我是王武 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就给我的 对要涨价了 大涨 是不是大涨 是不是小涨 咱就敬看风云 说真的老墨 我真的 我不知道 你是没有 你是一丁点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你让人把你这洗的是干干净净 你不懂 你不懂这个家里还没有人吗 还没有儿子女儿吗 儿子女儿 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高中了 了解不了解这法律是 现在的老墨 我问你一句话 你实话实说 手付钱交了没 手付钱交了没 我现在就问你这么一句话 手付钱你交了没 找职业顾问 不要找这个中介的 不要找这个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想挣你钱 他就是想挣你钱 他想把你 让你换 让你用假名字 就是想把你往往那坑里撇呢 把你撇的坑里 他把佣金一拿 啥事跟他就没关系了 我跟你说 这个让你上假名字直接 那就假 那就坏蛋 那就恶心人的 换你媳妇 换你儿子 换你女儿 让你媳妇 让你女儿 让你儿子 去找这个职业贵 记住了 当时谁卖你房的 哪个 这个职业顾问 叫什么名字 直接找这个职业顾问 你不要出面了 让你儿子 让你女儿 让你媳妇出面 你给职业顾问 打好电话 直接就 直接让你女儿 让你儿子 让你媳妇 去找 你买房的 这个职业顾问 跳单 那这个经纪人 是不是把这个客户 往死的坑了 咱就问一句 这个经纪人 是不是把这个客户 往死的坑了 你为了提成 你就想让 你就把这个 你让这个客户 填假名字 你是多么 多么想要这个钱啊 这一单是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一单是 能给你换一辆宝马 还是能给你换一辆奥迪呢 这纯粹是恶心人的 我这么一分填硬的 我是恶心这些经纪人 为了钱不择手段 不能填假名字 一填假名字 这个房给你就没关系了 对 如果说你把钱交了 还钱的假名字 那我恭喜你啊 你给别人买了一套房子 这房子跟你没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咱们做房产经纪人 也是做销售 做销售 他就要讲究一个回头客 你都做一锤子买卖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以后还在这个圈里面混不混的 还卖不买房的 如果说这个人让别人知道 他他叫什么名字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人 这个经纪人 你以后 有没有这个脸啊 还要不要这个脸啊 拿假名字买房 哎呦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 真的 我第一次听说 为了拿这个冰金 让客户换假名字 老墨还在不在指边 告诉咱 这个人 叫啥名字 是咱咸咸咱咱是哪儿的 老帝今天就给你 站这个岗 给你说这个事了 我今天就给你 站个岗 这不是把人往火坑推吗 对 把这个人名字打出来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事情 我把这个录个屏啊 各位哥哥们 我来录个屏 老墨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录个屏 然后给老墨站个岗 给老墨站个岗 老墨刚开始说的是 因为是人家识别了 然后用了假名字买房 然后人家不是说有约会吗 是一个经纪人说的 然后我给老墨这个站个岗 老墨下面又说一句 钱还没交还准备准备想买 咱把老墨这个事情 幸亏你没买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 是哪个经纪人说的吗 哪个经纪人 能不能说一下 是咱咸阳的还是哪的 是咸阳的还是西安的 还是外省外地的 说这这真的是咱 有史以来 听的最 最疯狂的一个事情 真的是最疯狂的一个事情 居然股 不知道是哪个经纪人 鼓动客户 钱假名字 跳单买房 老墨你能说是哪位大神 这么搞的事情吗 这真的 哎 关键是 经纪人让客户用假名字买房 这是把客户往火坑推呢 这是把客户往火坑推呢 还尝试 你们是不想 你们是不知道后面那些麻烦事 如果把钱交的会咋样 老墨就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我恭喜你 掏钱给别人买了一套房子 我只能恭喜你掏钱给别人买了一套房子 放心吧 谁跟你说可以改 你去找谁吧 事情 事情简单的 你可以找他吧 老弟我不会说别的 没事 找阿辉就行了 找阿辉 阿辉 阿辉这么清楚 可以找阿辉 看来阿辉也是经常干这个事的 绿地心都会怎么样 最近看 看房 不做建议 绿地心都会不做建议 那没关系 你 反正你们常做的 你们可以去 我不建议 没看 龙创成功一号 第块三 第块三可以 第块三 按时交付 有希望 其他三个可能需要时间 其他三个需要时间